我们现在来桃园机场 那这一次呢主要就是会来爬山 其实我在台湾呢没有爬过任何一座山 然后这一次一来呢就是去爬玉山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然后呢因为这个这趟行程呢 其实是订得很临时 我就前两个礼拜才买的机票 所以呢来不及抽那个玉山的爬云山庄 所以就来了 所以这次呢主要是去丹工 那我们这次呢就先从桃园去嘉义 然后嘉义在那个大哥 可是他也是翻弓玉山非常多次了 所以我们去找他 然后带我上去 哇好兴奋 又好害怕好紧张 好快 他该回到两个小时就离开了 见到了好大个 好可怕 哈哈哈哈哈哈 下雨天气好好 好了 下午我们到了东浦山庄 可以在这边住一晚 然后明天在凌晨灯玉山 看一下 有什么床 简单的免费跟枕头 简单的免费跟枕头 那我们的晚餐 便利商店买的便当 好菜 好菜 爱心馄饨汤 就买了 准备睡家 要准备睡家 到晚1点54 月亮还高高刮呢 我们要准备出发了 天气还算冷 但不是很冷 5度左右 这边大概要走个 一个小时才会到 登山口 登山口 路上这里 报道 要到这边 扫码 入园 嗯 入园 入园 好 好 就要开始了 2点46分 到登山口 早上是不是有接过程 单供一定要从 嗯 走过来 这里 我们正式 登山了 天 非常的 1.85 就是左边 好 好 好 天开始亮了 现在早上6点 我们走了 6个公里 还有2.5公里 就会到 派遇山中 好冷 但路上走上来 路还不算能走 步道是 还蛮简单的 就是 现在海拔超过3000了 所以 会比较穿一点 好 加油 一大块的石头 我现在看到了 台运山中 那这个台运山中呢 一般上 如果是两天一夜 最基本 最普通标准版的行程 台运山就是会 住在 白运山上一晚 然后 在宫顶 但是 因为台运山中的 床位有限 所以 好像只有一百多个 要用抽签子的 但外国人好像 比较容易抽 但我也没去抽 因为我太临时了 所以 有些人抽不到 就可以用这个 单工御山 就像我 今天这个市场 哇 真的是超累 就等于我一天 走完两天的路 哇 白运山中 到了 现在是 早上七里面 这么白运 不说 比我一想到 快一点 早上七点 是我们从 排运山庄 往御山 竹峰出发 已经两个小时了 可以到吧 加油 这个时间点 就有很多 在御山看 热处的热起来了 咳咳咳 从这边上去 2.4公里 但应该要两个半小时 过完海云后 全部都是这 碎石往上 还有1.7 太涌出来了 我一看 我一看 你能够 吃到一层 但在一层 我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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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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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be too sure But why may I be your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ll just be surprised it'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那個是北方氣象台 祝福了 天啊 好好的 我不想面對這個 上了 這請問走不動 哇塞 爬完這道我乾脆一下 我絕對打死不要再來爬山了 哇塞 媽呀 Oh my god 我不知道自己剛剛建立的什麼 可是 我知道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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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在看看 三次而已 第三次來 第三次來 大哥 快60次 沒有了 50幾次 快幾次了 哇 真的真的 每年都會上來一次 真的超強 我上一次我就說我不要再上來了 我們應該是9點45上到來 我現在是10點 我就要往下了 然後怎麼上來就蹲了下去 哇整個4真的是 整個4真的是 排雲山莊 在這邊應該先休息 我吃了午餐 我再下手 午餐回到 排雲山莊 泡麵 自己背上來的 還有蘋果 超幸福 好了 吃飽了午餐 吃了好多東西 感覺充滿能量 那接下來就是下山 從排雲下去 預計3點半回到晚 預計 今天天氣的超棒 山上風景很漂亮之外 山裡面也很享受 這個 剛剛的天氣 雨衣都沒拍上了 超太好 這個時候下山就 看到很多人上山了 大家都是這個時候上來 還可以 好了 剩下了 最後一裡路 就要抵達我們的 終點 現在下午12點半左右 大概再走個15分鐘應該就會走 所以總共 大概花了13個小時了全程 但我觉得还不错 比我想象中还简单一点 我想象中可能要花个15个小时 但这一次13个小时就完成 当然它还是一定难度 但是从整个步道来说 云山的步道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从他大家登山口到派云山庄的路况都是很好 都是非常好走的步道 只是过完这个派云山庄后就是自治型的碎石马上 所以呢那段稍微辛苦一地加上海拔的关系 过后最后一段没有说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怕了什么 但总体来说如果单攻上下的话 我觉得看个人体力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会说太科难太难之类的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要自己准备一些干粮粮食之类的 因为路上不会有补给 然后水的话 东普山庄可以装水 然后排原山庄也可以装水 水的话倒是还好 可能我带了过多的水 他们的垃圾是不可以留在山里面的水 所有东西都要带下山 这是要注意的 然后在东普山庄其实我准备水袋 但我觉得它睡觉的地方蛮干净的 而且也蛮温暖的 所以我没用打税的 这个单攻的名额 好像一天有六十个名额 但单攻人不多 所以不用像那个排原山庄这样抽山 抽那个名额 我是在两个礼拜前才决定要来的 然后还是可以拿到位置 所以如果你有体力的话 然后又想排雨山 然后不用抽这个山屋的话 可以考虑办公 只是累一点是半夜两点要起床这样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就这样完成了 就一天完成了 你可以遇上供顶的行程 还有就是加上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 我在我们宫顶的时候 所有景色都看到了 然后也是蓝天白云 超棒 下山的时候也蛮轻松的 就是就走走不到 享受不到这样 因为也不会太陡的上下 因为我觉得 遇上好的地方 排云山庄之前 它的上下都不是很陡 就是就算有陡上 它也是一小段 然后又平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不是太难的不到 我可能觉得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这里 到了 到了 结束 拜拜 谢谢大哥